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是对耶稣生平最早的记载之一 书卷结尾指出 作者是耶稣亲密的跟随者 就是书中那位耶稣所爱的门徒 作者本人在书中也曾多次出现 但这究竟是哪一位约翰 后来也有不少争议 是十二个门徒中西比泰的儿子约翰 还是另一位住在耶路撒冷 被称为长老的约翰呢 不管哪一位 约翰福音写的都是作者亲眼所见 并精心编排的内容 写作的目的就像约翰在福音书结尾处所说的 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约翰相信 我们在书中读到的这位耶稣 他是真实的 并且依然活着 他能永远改变你的生命 约翰福音的整体设计相当精彩 上半部的开场序言是一首诗 接着是一个小故事 然后是耶稣所行的一系列神迹奇事 而所有的故事最终都指向耶稣最伟大 也最有争议的那场神迹 就是让拉萨路从死里复活 这件事引发了以色列宗教领袖的不满 他们决心杀死耶稣 由此我们进入约翰福音的下半部分 其中讲述了耶稣的最后一页 以及他留给门徒的忠告 之后他被捕 受审讯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从死里复活 整卷书以一段后继结尾 这一集我们先关注约翰福音的上半部分 这卷书用了两段虚言做开场 先是诗句太初有道 显然这也是创世纪第一章提到的 神用他的话语创造了万物 当然一个人说的话 不能完全和这个人话等号 但的确他的话会体现他的思想和意愿 所以约翰说道与神同在 表明了两者的独特性 同时道就是神 表明了道的神圣性 当我们还在思考这个表达时 约翰又说 神的道 他的话 在耶稣里成了肉身 约翰引用出埃及记的故事 说 耶稣在我们中间 就是神的会幕 那个盘旋在约会之上 荣耀又神圣的灵 变成了耶稣这个人 由此 作者引出了最后一个宣告 以色列敬拜的独一真神 包含圣父和圣子 圣子耶稣成为人 是为了将圣父 先给我们看 这段表达读起来相当烧脑 很难立刻明白 作者却开始讲起 施洗约翰遇见耶稣 引导人们认识他 并成为耶稣门徒的故事 这些人接二连三的跑来 认识了耶稣 就回去告诉别人 耶稣是谁 这一章中 人们给了耶稣七个头衔 从这卷福音书中可以发现 约翰对数字七 情有独钟 这七个头衔归结起来 是要说明一件事 这位来自拿撒勒的耶稣 是一位完完全全的人 他是弥赛亚君王 以色列的教师 也是神的儿子 他将为救赎世人的罪 而死 这是极为重大的宣告 所以从第二章到十二章 约翰用不同的故事 加以论证 这些故事都有一个相似的结构 就是耶稣每施行一个神迹 或告诉人们他是谁 随后就会引起人们的误会或争议 于是到了每个故事的结尾 人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选择 耶稣到底是谁 在故事的第一部分 耶稣遇到了四个传统的犹太习俗 而在每一个里面 他就是这个习俗所指向的那一位 第一个是在婚礼上 酒喝光了 耶稣就把六大纲 约四百五十升的清水 全部变成上等佳酿 以至于管宴席的人笑话新郎 竟把好酒留到最后 可见的确是好酒 约翰把这件事看作是 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 换句话说 这是启示耶稣身份的一个象征 如以赛亚所说 弥赛亚的国度就像盛大的宴席一样 充满了好酒 因此这第一个神迹 显示出耶稣国度里的丰盛 接着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圣殿 这里原本是天与地合一之处 是神与子民相会的地方 耶稣宣告说 他的权柄在这之上 他赶出了圣殿中兑换钱币的犹太人 阻止献祭的人 管理圣殿的领袖因此指责他 耶稣说 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要再见起来 耶稣说 他的牺牲就是献祭 将使天与地真正的相连 圣殿预表了 他将被杀害的身体 随后 耶稣与犹太人的教师 尼格迪姆交谈了一整夜 尼格迪姆以为 耶稣和他一样 也是教师 但是耶稣说 以色列需要的 不仅是有更多新知识的教师 以色列需要新的心 和新的生命 耶稣说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耶稣知道 人类被自己的私欲和罪捆绑 最后的结果就是死路一条 但他也知道 神爱是人 他来是要给人新的生命 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之后 耶稣向北走 在一口神圣的古井旁停下来 虽然犹太人瞧不起撒玛利亚人 但耶稣去主动和一个来井边打水的撒玛利亚女人交流 他们说到水 耶稣就以水为比喻 代表他自己 说他有生命的活水 这水能成为永生的泉源 在约翰福音中 这意味着生命会有一种新的品质 被神永恒的爱所充满 这永生现在就可以开始 并直到永远 接下来 约翰又讲述了四个发生在犹太节期的故事 耶稣用这些事件来指明这些节日 对他的身份的启示 他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瘫痪的人 这在犹太领袖之间引发了一场关于安息日能否工作的争议 耶稣说 因为他的天父在安息日做工 所以他也照样做工 他们听到耶稣竟称神为父 让自己与神同等 就想杀他 随后的故事发生在逾越节期间 这是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盛宴 重复了出埃及记中 有肉有饼有葡萄酒的那顿晚餐 耶稣奇迹般的变出食物 供给几千人 可惜人们只看中他给的食物 耶稣宣告说 他就是生命的粮 如果人吃他就能获得永生 但是耶稣的这番话 让很多人接受不了 他们就离开他走了 下一个故事 发生在耶路撒冷的祝鹏节期间 祝鹏节是纪念以色列人 在旷野流浪时 神用云柱火柱带他们前行 并在沙漠中赐给他们水源的事 耶稣站在圣殿中大声的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他又说 我就是世界的光 耶稣宣告说 神借着他点亮了世界 他是神拯救世人的恩典 有些人听了这些话就跟随他 有些人接受不了 还有些人因此想杀他 最后一个节期的故事 发生在修殿节 意思是再次奉献 修殿节是纪念 犹大马加比 清除圣殿中的偶像 再次将圣殿分别为圣的历史事件 耶稣来到圣殿 宣称他就是神分别为圣的那一位 他才是神所居住的真正的圣殿 他说 我与父缘为一 这些话大大的激怒了 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 他们开始密谋要杀掉耶稣 耶稣就离开了耶路撒冷 所有这些矛盾冲突 最后达到一个神迹的高潮 就是拉萨路的复活 一开始 耶稣听说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好朋友 拉萨路病了 很快就死了 对耶稣来说 重回耶路撒冷 无疑会面临死亡威胁 他本可以为着自己的安危而放弃 但耶稣很爱拉萨路 就去耶路撒冷 让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了 耶稣知道 让拉萨路从坟墓里起死回生 意味着自己将付上生命的代价 果然 这个新的神迹立刻就传开了 那些犹太领袖听见这事 更想谋害耶稣 于是 耶稣用以色列王的身份 骑着驴居进入耶路撒冷 当然 这个身份并不被这些领袖所接受 约翰福音的上半部分 以耶稣因为爱他的朋友 舍弃自己的生命结束 这当然是十字架的预表 也是下一集要讲的 我们先停在这里 下集再见 约翰福音 从上一集可以看到 约翰写这卷书 就是要宣告耶稣就是弥赛亚 是神的儿子 他用自己的身体 把神的道和同在的荣耀表现出来 他来是要向我们启示 神究竟是谁 随后 约翰在福音书的前半部分 来证实他的宣告 耶稣施行神迹 公开宣告 他就是以色列全部历史 所指向的真理 但这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犹太领袖反对耶稣的宣告 事件的高潮 是耶稣为他的朋友拉撒路舍命 他到耶路撒冷附近 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他也就此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当犹太人密谋杀害耶稣时 约翰福音的后半部分就开始了 故事集中在耶稣的最后一页 和他对门徒的临别嘱托 他让门徒对他即将离世做准备 晚餐时他做了一件惊人的事 像仆人那样跪下来 为门徒洗脚 在犹太文化中 一位尊贵的老师 绝不可能为门徒做这件事 但耶稣说 这正是他的生命目的的象征 借此来显明神真正的本性 是牺牲的爱 这也象征了耶稣 即将作为仆人 为世人的罪献上自己的生命 因此洗脚的行动 带给门徒一条新命令 就是要求他们跟随耶稣 彼此相爱 就像他爱他们那样 跟随耶稣的标志 就是行出慷慨无私的爱 这些行为会向世人 显出耶稣是谁 也因此显明神是谁 耶稣讲完这段长篇教导后 以祷告结束 这段教导有几个重复的主题 耶稣一直在说 他即将离去 这让门徒很伤感 但耶稣说 他的离去是有意的 这意味着 他会派遣圣灵来 就是被众人熟知的保慧师 作为人的耶稣 只能出现在此时此地 而圣灵却可以随时随地 彰显耶稣神圣的同在 耶稣说 圣灵将做许多事 请记住 对约翰来说 独一真神 包含着圣父和圣子 合一的爱 耶稣说 圣灵就是神充满爱的同在 他要住在子民的心中 并引领他们 进入圣父与圣子的爱中 耶稣说 他的门徒 会常常住在他神圣的爱里 就如枝子连在葡萄树上 他描述说 神的这份爱 能渗透在个人的生命中 给他们带来医治 改变和更新 不但如此 对那些跟随耶稣的人 圣灵还赐下了能力 让他们继承耶稣 在世上的使命 透过彼此服侍 彼此相爱的行动 实现大使命 同时 要为真理做见证 指出人与人之间 存在的那些自私和罪恶 并在基督里宣告 神因着爱世人 已经通过耶稣赐下救恩 开辟了一条 让人重生的心路 耶稣预料到 门徒会受到攻击 就像他被犹太领袖拒绝一样 他的跟随者 也会遭受迫害 但他告诉门徒 不要害怕 因为他已经征服 并胜过了这个世界 耶稣在这里说的 胜过是什么意思呢 他没做明确的解释 但在约翰福音的最后部分 约翰让我们看到 耶稣以独有的方式 展现的胜过 犹太领袖派人去抓耶稣和门徒 当士兵问谁是耶稣时 他很明确的回答 我是 那些人听见就猛然跌倒 这是约翰福音的点睛之笔 在这卷书的两处场景中 耶稣七次引用了我是 在这个高潮时刻 约翰更要突出 耶稣的核心宣告 我是 一词的希腊文是 这是从利约之神的西伯来名字翻译过来的 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中 神曾这样启示过摩西 我是在以赛亚书中也多次重复出现 约翰精心巧妙的把它放在书卷的七个时刻 耶稣用我是 做了许多令人震撼的宣称 例如 我是生命的梁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羊的门 我是好牧人 我是复活之路 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是真葡萄树 约翰还设计了另外七个故事 在关键时刻 耶稣都是直接用我是 来回应这个神圣的名字 但最讽刺的是 耶稣向人启示他的圣明 全能和得胜的那一刻 他也同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耶稣因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 以色列的君王 受到审讯 先在大祭司面前受审 后在罗马总督比拉多面前受审 任何自称为以色列王的人 都会受到严惩 耶稣告诉比拉多 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意思是 他的确是一位君王 他的国要临到这个世界 但这国的价值观 却与这个世界的完全不同 他重新定义权力与伟大 天国像个上下颠倒的国度 神所有的标准 都是世俗的相反 耶稣在十字架上 因着被罪恶征服 反而征服了罪恶 透过舍己的爱 永远胜过了世界 之后 耶稣的尸体被放进墓穴 洞口被封住 在那个星期天 玛利亚和随后赶来的门徒 发现墓穴的门居然打开了 里面是空的 然后忽然之间 玛利亚遇见了耶稣 他竟然活着 他从死里复活了 耶稣复活 回应了约翰福音描述的七个神迹 先是在迦南的婚宴上 耶稣遍水为酒 约翰告诉我们 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 第二个神迹在第四章 耶稣治愈了一个生病的男孩 之后 约翰让读者自己数算 一路数下来会发现 第六个神迹 让拉萨路从死里复活 这是耶稣以自己的生命 作为代价的 但所有的神迹 都指向福音的高潮 第七个 也是最伟大的神迹 耶稣自己 从死里复活了 这实现了耶稣的宣告 他是神的儿子 是创始成中的那一位 他的爱 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在空坟墓之后 耶稣与门徒相见 并照他的应许赐下圣灵 把从天父领受的使命 交给他们 去延续下去 约翰福音结尾处 有一段后继 展现了耶稣的跟随者 在世上继续贯彻的使命 有几个门徒去捕鱼 却没有任何收获 耶稣就在岸边向他们显现 一开始 他们没认出他 耶稣让他们把网 撒在船的另一边 门徒听从他的话 就补到了很多语 这时 他们才认出 他就是主耶稣 在这里 约翰描绘出一幅 如何做门徒的画面 跟随耶稣的人 当他们专心倾听 并遵行耶稣的指令 而不是只关心做事 他们在世上的工作 才最有效 才能真切的看到耶稣 在自己生命中的工作 此后 耶稣跟彼得交谈 派他做这场 耶稣运动的领导人 这意味着 有一天 彼得也要舍弃 自己的生命 这卷书的结尾 集中在作者本人 就是耶稣所爱的 那门徒身上 与彼得不同 约翰的工作 不是带领这场 耶稣运动 而是要附上一生 来为耶稣做见证 让世人相信 耶稣的存在 这也是他正在做的 讲述有关弥赛亚 耶稣基督 神儿子的奇妙故事 这就是约翰福音的经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